前幾天就突然不吃飯 不吃飯的第二天,我們就出去躲著了 我們看監控往那邊走了 全家五六個人都在找 然後在離家不遠的地方 躲在一個廢棄的房子裡面 在一個柴火堆 下午一點多他出去的 然後我們一點多兩點再開始找 找到六點出頭才找到 後回來洗了澡之後 當天晚上就開始又吐又拉雪 那就送醫院了 感覺自己不行了就躲起來了 感覺狗都好痛人心 狗現在還在治療 沒有什麼很大的好轉 落前已經花了兩千多了 看這個醫院能不能治好 治不好的話就換醫院 好幾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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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幾天